現在入宙裡面成功了 那我自己的話大概是花了20年時間 我博士畢業的話有30年了 然後我差不多30年 我這個回國差不多20年 那我花了這麼長時間來思考這個機器 能不能像人一樣思維的這麼一個問題 所以我是比較早思考這個問題 那正好後面趕上了2015年AlphaGo問世了 所以這幾年的話更加速了我的思考了 加速了我的這個寫文章出書了 那我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意識呢 實際上是我們是通過生命 把思維時空發生的事情發生的這個過程 把它挖出來的 把它挖出來 這個挖出來一個是把它歸結為式 或者是一件事 一件事有起始嘛對不對 你在物理的這個視角 全能的視角看的話 它實際上是連續的一個 一個連續的這種manifold的話 就是一個連續的思維時空的一個連續的這個變化 但是呢在主體這裡的話 它變成一件事 它把它截斷了 OK 那當然它一定是在有限空間方圍裡發生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截斷成物對不對 一個物的話 你看起來它是一個靜態的 三維空間裡的一個靜態的東西 但實際上它本身就是有生成殖滅的 它是在物理視角下 它是一個思維continium 一個連續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它挖出來 但是不是說所有挖出來的東西 都有意義都能存下來 那只有我認為有一個叫認知砍線的東西 它可以在我們主體之間交流 就包括這個所謂的Corea的對不對 田三苦辣啦 紅黃藍紫啊 這些時間空間啊 另外也包含一些 比如說李白的詩啦 黃高的畫呀 黃高的天空 這個星空啊 或者黃高的這個向日葵呀 這些都是認知砍線 都是意識的內容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意識跟物質的關係就變得很清楚了 那我們智能是什麼 智能就是我們用認知砍線 來把真實世界 或者講物理世界發生的因果的過程 把它講化成我們的心理因果 用認知砍線來做到這個 這個就是智能 OK 那我們要追溯它 什麼時候智能會發生 或什麼時候藝術會發生 那一直要追溯到生命起源的時候 所以這個智能和意識跟生命同時起源了 OK 那麼在這個框架之下就變得非常清晰了 我們實際上你回溯物 這些哲學家一些思考的話 都能對得上了 實際上比如說 Devison他就講是事件 OK 特別強調事件 那在他之前的話 像士兵漏沙的話 他強調的是意識跟物質世界是平行的 他就講意識 任何定義都是一個否定性的 實際上他也是從思維時空裡挖出來的東西 他當時命名是ideas 那還有這個我們後面的話 有這個delete和這個強調的這個磨音 對不對 那麼他這些東西都我們這個對的上就是一致的 那以前的話你可以看著是有點像盲人摸象 讓大家從各個圍都親摸 但是沒有一個能像我們現在的潤知 到達我們現在的潤知 就是說這個必須推演到生命起源那裡 所以是沒有說沒有意識的生命 也不可能有沒有智能的生命 那麼智能跟意識的關係就是這麼一個關係 就是以這個認知砍線來重構物理的這個因果 那麼這個心理因果的話 一般來講它會是線性的 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語言那麼重要 我們講故事對不對 真實發生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 但是我們從不同的視角 不同的圍都去講故事 然後我們聽故事的人把它牢補出來 就這麼點事 OK 所以在這個觀點之下的話 我們那你看GPT 實際上它是把 它又把人類的這些意識的內容 就是語料 它又做了一些英國的這個鏈的重構 OK 所以它能講人話 所以很好理解 那我們下一步的話可能會做出AGI的 我相信這個在一年半 一年多一年內可能就能做出來了 所以我就是簡單的分享一些這些 非常感謝你們的邀請 非常希望你們軟滿成功 謝謝 感謝蔡教授 那麼蔡教授從這個給出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意識 與生命之間與物質之間的關係 以及從生命到意識的區分 以及對人工意識 包括AGI的演化發展 給出了這個結合學術經典工作的這個系統性的理論 那麼蔡教授 請蔡教授實際地對大會進行關懷和指導 再次感謝蔡教授 謝謝 謝謝